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楼 明珪百零八年八月一号 星期四 一个月的开始 当八月一号出现的时候 除了告诉你一个月开始 而且告诉你暑假过了一半 暑假过了一半 现在如果还在放暑假的 这些大部分小朋友们 你要有点警觉性 当然你可以乐观一点 说还有一半 我还可以再继续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的暑假生活的安排 如果你会发现 一晃眼竟然过了一半了 剩下一半的时间 这些好好把握 星期四的时间 在这个时段 七点钟的时段 我通常设定 是跟教育有关的议题 广泛的教育的议题 除了过去 有亲子天下的单元 有未来分布的单元之外 所有跟教育有关的 这些的主题 从学龄前的幼儿教育 然后家庭教育 或者是学校里面的教育 或者高等教育 我都会摆在这里 当然也有很多的教育圈的朋友们 长时间是费得早餐的听众 也都非常的锁定了这个单元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教育圈子 里面的一个亲师生 甚至于是政府的教育体系的 一个对话的平台 今天我们谈一本书 从这本书谈起了 这本书叫做父母的语言 就是爸爸妈妈的讲话 父母的语言 三千万字 给孩子更优质的学习型的大脑 这本翻译书 作者是丹纳苏斯金 因为他的英文的书名 就是30 million words 好 那他是谁 好 我待会呢 再请我们的来宾的介绍 好 在我们现场呢 为大家呢 导读这本书 这本书 最近这几年的时间 市场上面呢 教大家讲话的书 其实还蛮多的 他不是教你去演讲 不是教你辩论 演讲跟辩论 就像我们小时候的学校 有说话课 现在的孩子们的学校呢 可能有辩论课 好 那个是教你辩论 那教你说话 但现在不现在是教你沟通 与其说是说话 不如说教你沟通 这个沟通 不是这种的政治性的沟通 要你当个沟通大师的沟通 而是说 比较侧重在家庭里面 亲子之间的沟通 亲子之间的沟通 不只你要有陪伴的时间 你要有温度 你要让孩子们感觉到爱 从你的言语跟肢体的 包括肢体的言语当中 感受到呢 那种父母亲对他们的关怀 让家里面的是有温暖 有温度的 同时语言当中的用字 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 有许多的家庭当中的 气氛的逆转 失和 或者亲子沟通的失败 我们事后会发现说 是不是我哪些话讲的不好 用语不好 我的习惯性的讲话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会自我合理化说 我是刀子口豆腐心 我说心我们看不到 当你是刀子口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认为你的心也是刀子 所以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好 那最近这些最有关于呢 教你说话说 特别是教你家庭沟通的书呢 其实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好处来讲就是表示 大家都发现 其实我们都不太会讲话 尤其当我们当了父母亲之后 我们发现 不要说夫妻之间的沟通 亲子之间的沟通 其实都没有像我们讲的这么的简单 这么好 但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注意到 其实他都有一些可以修饰 或者是修正 或者是学习的空间 好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呢 这本书父母的语言 亲子天下的产品中心的副总 今天陈培文 佩文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没有跟我提到 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上面 有介绍过一本书 那本书我后来在车上 我把他的这个光碟摆在车上听 边听我在想 对就是我们在语言沟通的时候 有很多的语境啊 因为语言沟通是很直觉的 就像我今天在跟陈培文讲话 我基本上不会去想到 我下一句话 下一秒钟是什么 我基本上就是脱口而出 因为他已经变成是我一个惯性 我用的语句语会 以及跟我的来宾真相 除了内容上面的这个准备之外 我所用的这种的语言当中的 这种的情绪或者是用语 以及对方接收到之后的感觉 其实他不在我的评估的范围之内 因为我没有那么厉害 每秒钟都不断的在计算这些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养成 好 那我在听你们之前出的 那个萨提尔的这个对话练习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说 对 这本书之嘴卖的这么好 就是大部分人突然间发现到说 原来我不会说话 或者我话说的不好 那我话说的不好 原来是导致我家庭 我的夫妻亲子之间的情感 出现裂缝 以及无可修补的很重要原因 所以语言非常的重要 那这本书呢 父母的语言 可能刚好是一个补充版 对不对 其实父母的语言呢 他比较 这个作者比较在谈的是 当孩子年幼的时候 尤其是从很小的时候 从怀孕的妈妈怀孕开始 胎教 对 可能一直到三岁四岁的时候 到底是父母 这个亲子的对话 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 baby那么小 你跟他讲什么话呢 对 你跟他沟通什么 互动什么 他懂吗 他能够理解跟接收吗 可是因为在他的 这个作者的本身 他是一个小儿的 那个外科 耳窝的那个外科医师 那他在他的临床的经验 在他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说 孩子呢 从小 那么小的时候 你亲子跟他的互动跟对话 其实大大的影响了 他未来的学习 他们就做那个研究发现 那个就实验组 跟那个对照组 他就发现 那个亲子对话 互动多的家庭 出来的孩子 跟那个鲜少亲子对话 跟互动的 这个家庭出来的孩子 到四岁的时候 他们的语言量 就是相差高达 三千万字的差距 所以他就发现说 其实这么小 就是从这么小的 这个亲子的对话跟互动 其实大大影响了 孩子未来的 他的智力 他以后的任何领域的学习 甚至他的情绪 就是在所谓的 台湾有一个 零岁教育的专家 叫做郑一鸣 他也在提倡人出千日 就是从怀孕开始 一直到宝宝出生 约两三岁的时候 这个时期 亲子的对话 甚至妈妈 父母对孩子说话的 这个言语的品质 所谓亲子言谈的品质 其实大大决定了 孩子的智力跟情绪 跟他的未来的学习 所以他跟Satir的对话练习 又比较不一样 Satir的对话练习 就是他是比较针对 也许到了青少年了 成熟了 对青少年期 或者是夫妻的关系 他在谈的是说 当彼此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 可以理解这个冲突 或是情绪背后下的 我们看不见的所谓的冰山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绪 或冲突的下面 可能都隐藏着他的观点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感受 可是通常我们的沟通 停留在表面的言语的理解 我们很少去探究 那个冰山下面的观点跟感受 所以他就有一套脉络 有一个方法去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的沟通 是可以去探究对方 那个冰山下的感受跟观点 当这个被厘清了之后 我们可以促进彼此的理解 我们就可以向彼此靠近一步 我们就可以修复那样的关系 就沟通跟理解 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沟通不只是讲话而已 而是讲话 讲话都有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 那有的时候我们有 有没有能力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透过对话的过程 把那一层一层 当语言当中所包覆的那些元素 或者是价值 或者是冲突 能够慢慢的拆开来 能够沟通到很内层的东西 那个难度很高 我老实讲 大部分人大概都不具备 那他是不是可以学习 让沟通变得比较好一点 或者意识到原来的沟通 是有问题的 这一点能够达到这一步 那最少是一个开始 好 第二个就是说 语言 语言是一个习惯 我们从小到大 讲话 每个人都会说 我会讲话 谁不会讲话 除非你是哑巴 那讲话都会讲 可是第一个表达的方式 讲话的用语 那语气 以及来自你内心的那个 就是说沟通的意愿 有的人可能话不投机半句多 讲两三句话之后 你就索然无味 或者就想转头 有的人会让你觉得 欣慰盎然 那表示会讲话 不会讲话 沟通的时候 从总体所表达出来的 那个味道氛围 人之间差异是很大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父母的语言 他还说 当你成为父母的时候 你的孩子 就是你所有的语言能力的 一个实验品 是一个载体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每个出生的孩子 当作是一个 一个语言学习当中的空白的录音带 录音带 所以父母亲对他的沟通的方式 对他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不对 是 其实就是首先我觉得 如果当爸爸妈妈来之后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 意思说 海 就是即使是那么小的baby 刚出生的婴儿 他都是有能力 从你的身上去学习的 你的眼神 跟你的肢体的动 对待他的肢体的动作 跟你发出的声音 对婴儿来说 他接收到都会有意义 那都是影响他脑神经的发育 或者是连结 当有这个意识之后 你有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才能再往下说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肢体语言 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语气 去跟我的孩子做互动 对 好 当然这本书 父母的语言 这是这个亲子天下出版 那作者呢 这个丹娜舒斯金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 提过一两回 我在几年前看的一本 有关于 就是说 儿童的脑科学的书 那个脑科学的书 他在探究说 每个父母亲 东方西方都一样 一定生了孩子很高兴 那都会有这个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心理 而且不知不觉 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 天才 一定非常有天分 在某些方面 好像很早就展露了一些的才华 过人 这大概都是父母亲的 Bias 好 那 父母亲可能 比如在我们的华人世界里面 父母亲可能很小就让孩子去学很多的才艺 那这个钢琴 小小提琴 会议画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电脑 城市设计 运动 学很多很多 那你学很多才艺 他在讲一件事情 他说 父母亲似乎觉得孩子 在某些方面 有特殊的才华 所以很早就来培养他 但是那本书呢 做很多的儿童的这些的总体的研究之后 他说 只有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确定 他只确定一件事情 说这个孩子如果很小的时候 他表现出某种的能力的时候 他长大的时候 你可以说这个能力呢 仍然是存在的 是有效的 他说只有语言 他说其他的都不确定 他说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小孩子 你说三岁五岁 画画画得很好 参加绘画比赛第一名 以后会变成一个大画家 他说那个都没有必然性 小时候你看他弹弹琴 觉得弹得也不错 讲张到会变得很伟大 因为他说也没有 他说只有语言这件事情 语言这件事情 小时候如果你很认真 培养他的语言 对他长大之后的学习 以及他总体的语言表达能力 有很深远的影响 他只有语言这件事情 是延续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语言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父母亲 可能要特别重要 再加上孩子出生 一定不会讲话 那他们怎么开始 爸爸妈妈 而且你要讲一百遍 他才可能开始回你一句 你就会高兴得不得了 那那只是最初的 但是后续的我们就未必了 我们到了孩子 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会发现 我们对孩子不耐烦 那孩子把我们搞得烦 烦死了 所以我们用3C呢 去当保姆 丢给他说 他就安静了 那我们希望孩子安静 就表示 我们其实在沟通上面来讲 慢慢的在减少 那孩子跟我们这边对话少了 好 这本书里面谈到父母的言语 第一个 这个作者的背景是什么 那他提供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小儿 耳挖的外科医师 对 那他其实最主要的观点就是 孩子是有能力学习 那像刚刚昨天讲到 就是baby一出生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跟孩子互动 其实眼神的交流 妈妈爸爸看着孩子的那个眼神 某种程度就是一个父母的语言 当你的眼神充满爱跟温暖 以及他感受到你专注的看着他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语言 这个也回应的就是 现在很多的妈妈很习惯 喂母奶的时候 就边滑手机 或是喂小孩 还在吃副食品的时候 喂小孩吃饭 妈妈可能也在看手机 或看别的地方 或是两个人就边吃边看这个电视 其实这都没有eye contact 就是他没有眼神的接触 其实在baby小的时候 生命的初期 这个眼神的接触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语 对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 那当孩子大了一点 他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 他开始学说话的阶段 可能到一岁半两岁之后 其实他有一个父母就可以用 就可以开始引导他说话跟表达 这时候最好的工具就是 我口说我手 就是爸妈正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用嘴巴讲出来 边做边说 对 我正在帮你洗衣服 我在打果汁给你喝 我现在把苹果放下去了 我们要按下这个果汁机的开关了 就是我口说我手 其实就是要为孩子示范了一个 一个表达 一个语言的情境 在这个情境下 在做什么事情 那也可以带出一些情绪的语会 例如说会帮孩子示范情绪的语会 例如说孩子吵 孩子自己要 自己要喝水 结果他拿着水杯 把水打翻了 他是生气了 可是他可能在那个 因为孩子的情绪发展的阶段 他可能在那么小的年纪 他不知道 那个叫做生气 或是他有生气的感觉 他不知道怎么表述 这时候可以示范说 所以你把杯子打翻了 你很生气 他就会明了到 他因为这个行为 而引起他什么样的情绪 就是透过我口说我手 或是示范一些词汇 语会的方式 引导孩子在这个语言学习的 这个过程里面 他示范 他就学会了在什么样情境下 可以做什么样的表达 其他的情绪 可以怎么样合一的 觉察跟表达出来 那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 可以进入亲子共读 其实绘本里面就是一个 因为孩子的毕竟生活经验 是有限的 他在他的生活里面 怎么样让他扩充 他的生活经验 其实绘本亲子共读 就是一个很好的美肩 因为在绘本里面 他有各式各样的情境 那带着孩子从阅读里面 亲子共读里面 他可以带孩子体验 揣摩跟经历 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境 那读绘本呢 当然我们会希望孩子是喜欢读 所以喜欢读的状况之下呢 当孩子展现了他想读的兴趣的时候 我们就抓紧机会 当孩子不想读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强迫他 这个就是作者里面提到的说 其实要 父母的原因要发挥那个力量 他其实有一个 3T加1T的原则 其中一个T叫做 3T加1T 3T加1T Tune in就是共情关注 他的意思是 你要参与孩子正在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说你很想要带他读绘本 但他正在玩积木 他想邀请你一起跟他玩积木 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放下你的执念 先加入他的积木 对先加入他的积木 因为那么小的孩子 他本来就是会对 他的大脑的执行功能 本来就没有法语成熟 他本来就会对 他想感兴趣的事物专注 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那接受他的邀请 去参与他的活动 在他的活动里面 一样的用那个示范性的语言 引导他多提问 他说你为什么喜欢 你为什么要把积木排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换了 拿掉了这一块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透过一些提问 讨论 参与他的游戏 我们在跟他的互动 对话当中 其实无形中就在培养他的 所谓的语言 或者是思考的能力 这是他的其中一个原则 叫做tune in 这样子 对 那其实还有其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说一点 他叫做talk mode talk mode就是我刚刚讲 你可以在跟他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 透过提问 透过引导 透过思考 透过我口说我手 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就是轮流说话 再大一点了 就是说到了三岁以上 四岁 三岁以上的孩子 其实当你表达完了你的看法以后 你也可以问问看 例如说他告诉你说 我今天去动物园玩很开心 你也可以就反问他说 鼓励他轮流说 那你在动物园看到什么了呀 他就会回答你嘛 那他回答 你看到长颈鹿 长颈鹿在做什么呀 他吃什么 鼓励他 你多提问 鼓励他多说一点 以及轮流 就是你丢出去 他给你说话 你也会反问他 这样一来一往的互动 其实孩子的语言能力 跟思考能力 表达能力 就是在这个互动里面 就被建构出来 就引导他去表达跟描述事情 对 对了孩子的语言是需要我们训练 但是我们不太意识到 我们总觉得反正只要不停的跟他讲 他自然就会 那你刚刚你刚讲的三题加一题 好我们待会再谈 不过一般的成年人 一般的成年人 在带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上面 有哪些显著的缺陷 通常就我们自己的观察 或是这本书的作者提到的 就是其实父母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通常都会专注在的那个语言 都会专注在 他们应该要完成的工作 比如说吃饭洗澡睡觉 今天他们应该要完成这个工作 对话就是局限在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个就会让这个言语的 品质就会稍微的贫乏一点 但是作者就发现说 你要跟孩子闲聊 有时候就是屋里头的聊一些有的没的 家里看到蚂蚁啊 拿着蚂蚁也可以 就可以当成一个聊天的文章啊 话题啊 这样的闲聊的过程 反而最能激发孩子的表达 以及多创造一些言语的词汇 这跟创造力 这是很多的 然后另外就是呢 因为你要当你的言谈的领域 都限于孩子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出现命令句 否定句 就这些所谓 作者叫做这些会扼杀大脑的这些语言 什么叫命令句 就是现在立刻马上去做好 把这碗饭吃完 或否定句 你怎么都没 你都没有收玩具等等 或这些的 就是指示啊 命令啊 否定句 这就常常在家庭的对话场域 亲子对话场域 经常出现的 我不是常开玩笑讲 我说天底下的妈妈 不管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语言 天底下妈妈有一句话 是共同的语言 就是快点 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快点 不管孩子听了 听不懂 总而言之 你会不知不觉 不停想要催他催他快 催他快就是你刚刚讲 赶快吃完饭 赶快去洗手 赶快的写功课 赶快去洗澡 赶快睡 你就不停的在赶快赶快 赶快收完句等等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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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说如果赶慢会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但是其实 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父母亲 我就特别担心 尤其是妈妈 妈妈因为他们是在 毕竟带孩子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妈妈其实要意识到 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 被孩子的速度 他的习惯 以及他这一个孩子 给制约了 倒过来制约了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 妈妈腔妈妈的调子 那个妈妈腔一形成了之后 很难改 你总体医生可能都很难改 你不知不觉当中 就会流露出那个妈妈腔 那个妈妈腔 其实对亲者互动 对啊 如果从这本书的角度来讲 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去调整 虽然道不能妈妈这样 那我们也就这样子长大 对啊 我们这代就这样子 我们哪里有机会 去跟爸妈讨论到说 你这样子跟我股东不好 当然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这代的父母亲 有这个机会 那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在我们现场的 亲子天下的产品中心的 副总监陈佩文 佩文今天带来这本书 我觉得 尤其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有很多的新手爸妈 那如果你是新手爸妈 这本书 父母的语言 三千万字给孩子更优质的 学习型大脑 为什么是学习型大脑 这本书是亲子天下出版 作者是丹娜 苏世金刚讲 因为他是一个 跟儿童听力有关的外科医生 挖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专科医生就儿童听力 当孩子有听力 没有听力 听力好或者不好 跟他的沟通是有百分之 跟他的语言能力 有百分之百的关联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对于语言这件事情 他会特别的在乎 好 那什么是学习型的大脑 父母亲跟孩子 从小开始教他讲话 跟他做语言沟通的时候 到底对孩子们的大脑 跟脑神经有什么影响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访问陈培文 变得不完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好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我们来教爸爸妈妈讲话 我们不是 因为爸爸妈妈在教孩子讲话 那你要知道孩子的所有的语言 绝大部分的语言 尤其刚刚讲的就是说呢 他两三岁以前的那些语言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从父母亲身上学到的 好那因此呢 父母亲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语句 单字 腔调 以及那个语句当中 所隐含的价值 那个价值 到底想要把孩子 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不知不觉当中 就形塑了他的大脑 这样讲有点抽象了 但是这个 因为这位作者 是一位儿童听力方面的医生 那到底语言 父母亲的语言 跟父母亲跟这些 很小很小的幼龄的孩子的沟通 它是如何影响到孩子 在早期的脑神经发育 因为脑神经在六岁 以前是有可塑性的 对 其实大脑的发育 就是在 大概三岁的时候 大概就完成了 百分之八十的发育 那到六岁 可能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发育 但是不是说 六岁以后就没有机会 因为大脑的神经 就是用尽废退 它一生都有一个 被调整的机会 只是说在六岁以前 因为它的 神经的突出的连结 建构是最快速 最有弹性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 可能教养 我们要用功力一点 角度来说 它是最有效率 最有效益 你给它一分 它可能就可以涨十分 那等到六岁以后 你可能要用十分 它才能可能调整一分 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把握 所谓的六岁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大脑的 黄金的发育期 给孩子一个最好的 这个所谓的 大脑的这个养分 那以前我们的养分 都集中在营养 食物的营养 这当然也很重要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 只是说最近这几年 有越来越多的脑科学的研究 甚至作者发现 其实这个所谓的软性的营养 就是语言跟父母对待的态度 它反而对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也占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影响力 其实有一个所谓压力创伤指数 其实也是一群心理学家发现的 就是说小孩子在年幼的时期 他如果长期属于所谓的家暴 或是家庭里面的语言暴力也好 肢体暴力也好 他处在一个压力当中的时候 他未来孩子的情绪的发展 或是所谓反社会的人格 这种危险性格的机会是越高的 因为这样被不当的对待的时候 他的脑神经充满着负面的讯息 以至于他成年以后 他就所谓的反社会型人格 或者是他的情绪的发展 比较不见前的几率就会高很多 好 可是毕竟我们当父母的 不容易意识到这一点 那父母亲要怎么开始做呢 很难 对 就很难 所以因为我们都觉得 小孩子这样长大 我们也都这样子长大 哪有谁在教我们怎么讲话 其实通常都要回到 妈妈的情绪的管理 跟这个觉察 就是说通常我们对孩子 说出一句可能不当的言语的那个背后 也许是要回到我们身上 反映着就是刚刚Satir讲的那一套 那我们内心的感受跟观点 跟渴望到底是什么 也许我们这么说 可能是希望孩子拥有一个 什么样的好行为 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这么说 只是怕我们孩子展现这个行为 让我们自己丢脸 或是他投射了 对 或是他投射了我们所没有的 但我们好希望孩子 有把我们自己的想望 投射在孩子身上 所以那句言语的背后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 他这么不妥 我们也许可以先 就是孩子睡着了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句的背后 我自己的身为妈妈的观点 渴望跟感受到底是什么 当有这个意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一步一步的调整跟修正 对 比如 你讲的这一点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个重点 就是 现代的父母亲 当然我们说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时候 就包含了这种意涵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会把孩子当面子 那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秀孩子 那我们急着让大家知道的 并不是我的成就 而是我孩子的成就 我把孩子的成就当作是我的成就 所以孩子如果 如果参加什么比赛 的爸妈呢 大肆宣扬 如果孩子在学校里面考了好成绩 当然予有荣誉之外 大肆宣扬 孩子如果上了好大学 那更不得了 那个大概是所有的 爸爸妈妈的这些的 Facebook上面的重点 好 那这种 小的时候呢 把孩子当面子 大一点的时候呢 就开始秀孩子 把孩子呢当作是自己人 人生的成绩单 这个好像也无可厚非啦 那个是人性 但是他很可能回过头去 对于你在带孩子 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会产生了一些的 扭曲的力量 对不对 其实这个 我觉得身为妈妈 很难避免这个状态 因为毕竟在 尤其是妈妈 因为在怀孕的时候 他就在你的肚子里面 当然是 就是那个血肉相连 期待想连心连心这样子 那孩子出生以后 他一定要大量的依附你 他才有办法生存 那通常这种 就是妈妈跟孩子 其实分别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应该有 分别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情感 而彼此不相互投射 或者是能走出 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关系 通常在小孩上幼稚园 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挑战 那时候就出现了分离焦虑 那通常孩子有分离焦虑 都可以解决 但是最难被解决 就是妈妈的分离焦虑 而这个分离焦虑 可能在幼儿时期有一次 到了孩子青少年 还是有一次 因为青少年是 孩子就是想 他所有的重心都不在 你身上 不在家庭 他就是渴望外面的世界 但他仍然又需要 父母的关怀跟协助 就跟我儿子 我儿子最常讲的 就会伤害我 他说我很喜欢打篮球 但不是跟你打 是 就是说 可是其实我觉得 爸爸很容易做到 就是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对对 生命 对 我觉得 OK你长大了 我也很高兴 你讲这句话 很好啊 你大了 对 所以为什么 就是通常在幼儿园送去 幼儿园的时候 那个分离焦虑 妈妈就常常18箱送 可是爸爸送去的时候 小孩都好好的没事 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跟妈妈怀孕的时候 他就是有那10个月跟孩子这么紧密的相连 那孩子出生要为母奶要轻微 所有的生活的照顾 这么紧密的相依 所以要妈妈 就是要妈妈真的也 那个学习所谓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是独立的个体 妈妈是真的要很有意识 而且这个过程要很勇敢的一直去学习这件事情的 对 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 我在翻一本书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为什么我们不欠父母 那个今天有一个问号 类似这种的书的 就讨论就是亲子关系书很多 那妈妈确实 因为佩文姐也是妈妈 你们当然从女性的角度来讲 你们更能够感受到那种 妈妈跟孩子的关系 和爸爸和孩子的关系 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两套的关系 绝对大部分都不一样 爸爸的角色跟妈妈的角色 面对同一个孩子 他就是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觉得妈妈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这样 就好像对孩子好像 没有像我这么的紧张 没有像我这么的关心 没有像我这么的无微不至 可能不太这样 男人会觉得说 这样就好了 干嘛还要 干嘛还要怎么样 是啊 对 所以特别因为我们是男孩子 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大概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验 我常说 男孩子最痛苦的就是说 教我们怎么当男孩子的都是女的 这个是一个男孩子先天上面要遭遇到的第一个困扰 就是我们是男孩子 可是要教我们怎么当男孩子的都是女孩子 所以女生不管是妈妈或者学校的老师 不知不觉当中 把他们女性的规范跟价值 加注于我们身上 觉得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你可能不太意识到 就是说一个男孩子 一个男性 他会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都是女生在教男孩子 如何当男孩子的时候 那个男孩子的压力是女生感觉不到的 所以心理学上有一个 有一个名词叫做妈妈窒息症 妈妈窒息症就形容 有很多的孩子 一辈子他一直想要挣扎出妈妈 对他的那个管理 说是关心 但是妈妈就是那种过度的关心 所以男生也常常讲说 有一种冷 叫做妈妈觉得我会冷 我不冷啊 我觉得我穿得刚好啊 可是妈妈就会觉得说 你要穿外套 你要穿长裤 你要多穿点 我很热啊 可是妈妈觉得你会冷 所以那种冷的温度 不是以你的感觉为主 是以妈妈的感觉为主 进广告回头聊 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楼 今天我们教父母亲说话 当然大家压力也不要 也不要那么大了 因为我觉得有一件好事情 就是说因为现在这种 教人家沟通 特别是家庭亲子沟通的书 很多表示 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意识到 自己跟孩子的沟通 是需要一些特别的学习的 因为我们都带着 我们父母亲教我们的那种的方式 跟语言活到了现在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语言是会遗传的 语言是所有的 就是说亲代对子代的遗传当中来讲 他也许没有这么的显著 但其实他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父母亲怎么跟我们说话 我们可能就这样跟孩子说话 他就影响了一辈子 一代一代下去 但是语言的影响呢 在这本书 这本书父母的语言 三千万字给孩子更优质的 学习型大脑 他在告诉你 就是孩子呢 在三岁以前的 那个语言的对话的习惯 以及父母亲跟孩子说话的方式 会深刻的影响到 孩子大脑的发育 那这本书里面谈到 就是说科学正史 一个人要发挥 基因遗传的潜能 有赖于生活经验 所建构的神经连结 生活经验 所建构的神经连结 所以这个生活 这个神经连结 是专门处理你生活 生活经验的部分 那父母亲的说话的方式 会深刻影响孩子 在数学空间 以及读写方面的表现 甚至决定了孩子调整 自己行为的能力 抗压性 同理心 横溢力 等等的人格特质 横溢力是很重要的特质 好 当然 佩文在我们的现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有些父母亲 会有点焦虑 就是说 每个家庭的 社会经济条件不一样 教育条件不一样 我们或许都意识到 就是说我们的说话的方式 其实是受到 父母亲的影响 那我想要改变 可是要怎么改变 那个难度很高 他不知道不见得 是翻本书就可以的 那如果对于一些的 社经地位或者自己觉得 是相对弱势的家庭 或者父母 他们该怎么做 其实台湾在早期的 应该说国外开始 其实很多的儿科医生 就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 当早期的这个语言的 或生活经验 刺激不足的孩子 怎么去协助他们 那其实从国外很早开始 就从儿科系统开始做 所谓的亲子共读 因为只要新生而出生 他一定会要带去打预防诊 他一定要去做健儿的门诊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 社经背景的家庭 都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预防诊一定要打 到卫生所也可以 所以他们就从儿童的医疗 这个体系介入 那在台湾也是 早年做最早的 是罗东圣母医院的 无数捐医师 他就是在他的健儿门诊 送部署 那现在台湾长根医疗系统 也开始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在他的诊间 推广所谓的亲子共读 当小孩带来打预防针 来做见诊的时候 他们就写 他们甚至还印了 小小的手册跟敌人 去告诉那些家长说 你怎么跟孩子 透过这本书 跟孩子做互动 做共读 那就从儿科的这个系统 开始介入 慢慢的去协助 让这个所谓的 城乡的落差 不要这么的巨大 在台湾也开始 就是这几年刚开始做了 对啦 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就是说 好那 单亲的家庭 隔代教养的家庭 这会有影响 会啊 就是他的沟通 起来就很少了 父母亲没办法发挥 什么样的力量 而且不够平衡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想对于很多的 双心家庭的父母来 他也会很有压力 因为他白天可能就把孩子 送到 送到这个保姆那边 一出生可能就交给保姆 平常甚至有的忙到 就是说他只有周末 才能够带回来 这个时候 语言的沟通 就只能够寄往保姆了 对 其实所以这个作者 其实他也有提到说 就是主要的照顾者的语言 跟互动的品质 对孩子都是重要的 也就是说 所以这本书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出版的时候 我们也初心 也不只是希望说 这个父母 甚至所谓的保姆 幼儿园的老师 对 甚至在 这种 只要你是孩子的 主要照顾者 爷爷奶奶 其实 他们都是跟孩子 长期互动的 那他们的互动的品质 言谈的品质 也就是相对的重要 这有点难 对 因为我们现在 如果找保姆 我们只希望说 不要被虐待就好了 对 然后 不要出事情就好了 健康就好了 我们不太会去注意到 语言沟通的这一块 对 那你说 自己如果都觉得 语言沟通不够好 那你如果说 爸爸妈妈帮你带孩子 你还希望爸妈 能够学习语言沟通 是 尤其在拖音中心 它是一对多 对 一对多的 那更难 对 这个是一个蛮两难的 对 但是也不用灰心 因为白天孩子在拖音中心 那晚上回家 我们还是可以把握 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还是把握所谓的 有品质的时间 但是专家 我那时候在采访现场的时候 我常问专家说 这个 种植不种量 可是没有量 你怎么去弹植呢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你一天当中 你真的抽出30分钟 那一个小时 很专注的在孩子身上 这个值仍然是可以 就是是足够的 是仍然可以陪伴孩子的 就是也不用这么的焦虑跟灰心 对啊 托育 托育有时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如果能自己带 我相信大部分父母亲 爸爸是呢 现在单亲爸爸 或者说呢 这爸爸在家照顾孩子的 其实也越来越多 他都可以 但是如果必须要托育的时候 那有关于沟通的部分来讲 不要觉得孩子只是健康而已 孩子带回来的时候呢 可能才是你真的去 对孩子的这些的沟通 以及脑部的发育 真的能够发挥 比较大影响的时候 好 这本书父母的语言 那他有副标题 3000万字 给孩子更优质的学习型大脑 为什么3000万字 因为这个作者本身 他们是有一个3000万字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希望能够呢 他谈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亲自沟通的技巧 他的目标 希望能够与具体的课程 跟方法推广的育儿文化 让所有孩子能够发挥 最佳的潜能 但是育儿文化受限到 一些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性 这点可能是父母亲 或者是政府机关 尤其是要公托幼幼托 你在挑保姆的时候 也许你也需要考虑一下 这个保姆本身的沟通能力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带来这本书 亲子天下出版 在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亲子天下的产品中心的 副总监陈佩文 佩文感谢 谢谢 下回来要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